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所以真心和忘心区别在哪里 大家要知道真心如如不动 真心是不动的 忘心那是生灭不已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真心的话 我这样对你好永远对你好 它不会变化的 一个人是假的对别人 你今天对他好明天看利益没了 你马上就转换了 所以他是有生灭的 生出来对你好的心 过两天一看利益得不到了 马上灭掉了 过两天又觉得你对他好了 有利益了 他又开始生出对你好的心了 然后又灭掉了 而一个真正对别人好的人 他的心那是如如不动的 那叫真心 忘心叫生灭不已 所以第六意识 就是我们说 因为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第六意识 外面的环境是什么 那就是你的五世呀 眼耳鼻舌声呀 因为你眼睛看到了 你的第六意识开始转变了 因为你的耳朵听见别人说了 你的意识开始转变了 鼻舌声一样 所以你是外环境 影响你的第六意识 所以人的第六意识是不准的 我认为他很好 我感觉他很好 你知道他多少 你了解他多少 你跟他深交过多少 你跟他曾经有过友谊有多少 这一切都是成为虚幻的 使你第六意识变化不定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 自己的意识一直不定 佛让我们明白 佛菩萨告诉我们 我们能看得见的东西 不是用眼睛 佛叫我们 你们要用心来看啊 不是用你们的眼睛看啊 佛让我们讲话说 不是让我们靠嘴巴来讲的 要用心在讲话 对不对 你看我们用心跟别人讲话 别人就能够理解你讲话的意思 你是用真心 你眼睛看到的 这是虚幻虚假的一面 而你用真心 让别人感受到那种爱 所以这在佛教界里就叫参禅 参禅是什么意思 好好的生生的 去理解 去知道这些东西 参禅就是用自己的真实 如来心 去体悟你自己内心深处的佛性 这就是佛法的心地法门 所以 我们学佛做人 要懂得 怎么样用心 去跟别人交流 怎么样用自己的真情 去和别人沟通 师父讲到这里 想起一个故事 一个妈妈 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儿子养大 妈妈非常的节约 孩子后来成为一个 非常有钱的实业家 那天妈妈去看牙齿 儿子开着豪华的大奔驰 把妈妈送到牙科医院 儿子 儿子穿着满身的名牌 抽的都是非常好的烟 然后呢 坐在边上 妈妈呢 穿着一身 非常简朴的衣服 医生跟他说 你这个牙 要装套子 或者要做成烤池的 要花多少钱多少钱 一副牙齿好的 要多少钱 一副不好的 假的 烤池的 那是多少钱 妈妈说 我要最差的 这个便宜的 所有的医生 眼睛都看着这个儿子 儿子在边上 抽着高级的雪茄 一句话都不讲 所有医生 护士心里都在骂他 这么有钱的儿子 给妈妈装复好一点的 牙齿都不舍得 真的没有出息 妈妈抖抖说说的 说 我付钱 自己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手卷包 然后慢慢地 颤抖的手 一层一层地 把它解开 然后抽出了 两三张 这个一百块的 说要装自己的牙 因为好的牙要上千了 然后接下来 他的儿子一句话都不讲 坐在边上 像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一样 然后抽自己的烟 每一个医生护士都在骂他 心中想 这种不孝孜孜 这么有钱了 给妈妈佩服牙齿 他都不愿意 然后 钱付完了 儿子陪着妈妈出门 上他的大奔驰 把妈妈扶上车之后 儿子跟妈妈说 妈妈你等一会儿 我忘了拿一样东西了 一走进去 儿子冲着医生和护士讲 我知道你们都在骂我 你们以为我很不孝顺 我的妈妈的脾气 就是节约一辈子 我要随顺我妈妈 医生 你把最好的牙齿 给她装上 多少钱我来付 不要让我妈妈知道 说完 扔下一笔钱 她妈妈开车就走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要对别人好 不是表面的 要用心 心才能感动别人 说的话要用心 做的事情要用心 你这个心 才能真正地起到作用 所以修心修心 就是修我们这颗本性 修心修心 就是让我们能够理解 别人的心 所以能够理解别人的心 你才会拥有自己真正的佛性 好 接下来跟大家讲个故事 在阿盘提国 宣化后的 加沾言 就是 传部军命 教化百姓 叫宣化 宣化后 再回到守卫国 她听到佛陀说法的路上 见到一位夫人手持的 一个水瓶 装水的瓶子 坐在河边大声地嚎哭 这位尊者 加沾言尊者 一见 不觉得 心里油然生起 怜悯心 她怕这个老夫人 因什么失忆的事情 想不开 而投水自杀 因此 她马上就 上前 问道 夫人 什么事情 使你这么伤心 要在这里 豪哭 不要你管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 夫人哭的声音更大了 夫人 告诉我 我是佛陀的弟子 我可以帮助你 解决很多苦难的问题 你是没有办法的 你看看这个世界上 这么不公平 贫富如此的悬殊 我是一个苦命的穷人 我一生都受着苦难 我给贫穷的苦难 折磨的 折磨的 已经不想活了 女人说后 像要往水中跳的样子 家瞻言 尊者赶紧上前 一把拉住她 非常慈悲和同情地 开导她说 哦夫人 请您不要伤心 世间上的穷人很多 不是你一个人 同时穷人并不一定是苦或是不幸 妇人并不一定就拥有快乐 你看看那些拥有奴婢和田宅的那些妇人们 她们天天仍然为贪欲称惠的烦恼而受苦啊 为人只要平安的生活就好 贫穷 值得我们这么去悲伤吗 这个女人不耐烦地挣扎地说道 你是一位出家的沙门 你能看得开这个事情 但是我做不到啊 你要知道 我是这里最大不好的奴隶 我穷年累月地做着奴役 衣食不周 没有自由 而且我那黑心的主人 谦谈暴虐 没有丝毫的慈悲心 我们做事稍有差池 他不是打就是骂 叫我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想到这些痛苦 都是由于我的贫穷所致 怎么不叫人为贫穷悲伤啊 夫人既然如此 请你不要悲伤 我告诉你一个解脱 贫穷和发财的方法好吗 是什么方法呀 这个老夫人把眼泪擦了一下 望着嘉瞻言说 嘉瞻言说 噢 这个方法很简单 你既然为贫穷而受苦 那你可以把贫穷卖给别人了呀 啊 贫穷可以卖给别人 你不要这么乱说了 如果贫穷可以卖给别人 那世间上就没有穷人了 又有什么人肯买贫穷呢 啊 卖给我 我肯买 嘉瞻言回答 而贫穷可以出卖 而且年有你来买 不过出卖的方法 那是怎么样的呢 要不失啊 老人家 尊哲开始道 你要知道 人生的贫步各有因缘 贫穷的人 所以贫穷 是前生他没有不失和修复 富贵的人 所以富贵 是前生他肯不失和修复 因此不失和修复 是卖贫买富最好的方法呀 这个女人听后 智慧开朗 她想到了今天 才明白自负之道 但她随后就苦着脸问道 那尊哲 你说的是不错 我确实明白了 这个要自负的方法 不过 你看我极其贫困 我是一无所有的人 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水平 还是我那爱财 奴命的主人所有 你叫我怎么样 来布施给你呀 嘉章言 尊哲把自己的波 交给了女人 说道 布施不一定要钱的 见到别人 见到别人布施 自己欢喜也可以呀 现在你把这个波 盛水给我 作为你对我的布施吧 这时候 这位女人此刻真正明白 布施的意义 当机 当机依教奉行 后来他以供水功德 得生 涛利天 享乐 佛法 不分平布 是什么样的人 都可以去 布施和奉行的 布施不是 富人才一定可以有的 因为佛教所说的布施 并不是指着你的钱财 布施 你就是看见别人行尸 尊重别人 你心里不起嫉妒心 你心中对别人没有称恨 而生起欢喜心 这也叫布施啊 因为你的功德和布施人 是相同的 这么简单的善事 为什么我们人不做 我们人的一生 处在禁忌之中 我们的心如果不妄动 不动则不伤啊 我们亦有妄念 我们的心就被自己所伤 如心动则人妄动 伤其身痛其骨 没有一件事情 受伤会不伤害到你的心的 所以体会世间的诸般痛苦 学会默默地用佛法去 关心关怀 祝福别人 那就是一种无形的 不失啊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好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